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听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 今天是2017年的4月28号 星期五 农历是4月初三 那么明天是文殊菩萨的圣诞日 还有就是下个星期三 就是我们佛陀的释迦牟尼佛的诞成日 所以呢 希望大家多念经 多吃素 好 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 喂 你好 师傅你好 你好 关一下声音机 我就想请问一个问题 那个亡人的骨灰在露土的时候 是师傅有说过要用一块黄布包着骨灰盒 我就不知道下面是不是要垫一块红布呢 要 就是说 那个土的上面垫一块红布就再把骨灰盒 对 黄布包着 其实最好的就是红布一定要垫的 哦哦哦哦哦 那红布的大小有没有讲究呢 大一点 越大越好 哦 越大越好 你可以把买一块大红布把它遮起来 好几层垫在下面 哦 那红布就不用包 就是用黄布包 对 黄布包有什么好呢 金光灿灿 其他的邻居啊 鬼的邻居都不会来找他麻烦 因为他是有菩萨保佑的 一般的鬼如果没有菩萨保佑的 或者不学佛的 你就可以用红布 让他绝缘 绝缘的话人家不搞他 但是问题他自己也很痛苦 就相当于一个人自己关在房间里 人家不来骚扰你的 但是你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 你也是很痛苦的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嗯 另外就是说 在那个骨灰的运输的过程中 应该是怎么样去做呢 嗯 有没有讲究 骨灰的 骨灰的运输当中 最好用红布包起来 哦 用红布包 嗯 不要让他弄 因为过去人家运输的时候 人家放在摩托车上 后面一个人抱着 前面一个人摩托车 一会儿停掉 一会儿停掉 因为这个灵性就是不愿意到 苏州灵园去 哦 明白了 啊 所以你而且走的是之前要跟这个灵性讲的 比方说 姥姥我把你送到这地方 请你不要 不要搞我们了 就我们是诚心诚意 让你入土为安啊 我们还会给你念小房子 要跟他讲的 你不讲的话 他会给你搞 一会儿让你翻车 一会儿叫你摩托车坏了 哎呦 好厉害的 办得了的 哦 那就是说这个运输的过程中 在运输之前是不是要烧小房子呢 那肯定的 哎 多少张 就比较合适 二十一张 二十一张 那路土的时候呢 要烧多少张 二十一张 也是二十一张是吧 啊 最主要是跟 跟那个 跟那个菩萨要讲 不停的要讲的 呃 怎么个讲法呢 就观世音菩萨 请你保佑啊 我外婆啊 比方说要路土啦 请保佑他路土为安啊 保佑我们平平安安啊 就不停的嘴巴里要跟观世音菩萨讲的 哦 嗯 就是因为我就 呃 那据我所知呢 民间有一种习俗 就是说在运输的过程中是 打着伞 呃 我就不知道 我们学心灵法门 需不需要这么做 打着伞 说着路土的时候 打着伞 人家是太阳太大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过去 很多有钱的人 路土为安的时候 人家边上都给他打着伞 或者哦 你看有钱的人 哦 他们打伞的 大家都打 太阳了 太阳 打伞 打伞能遮什么 哦 明白 明白 啊 那个 那路土的时候呢 具体的它那个程序是怎么个 啊 前后程序 我们东方电台应该有的 就是 好像有的 有有这个专门的程序的 哦 你可以 你可以写信来问 基本上就是说 到了那里 先把那个坟边上的草 离离干净 嗯 弄弄干净 弄弄干净之后呢 然后呢 把自己带来的香炉 放上去 把水果 放上去 哦 如果有些人为了 干净 就是自己带一块 红布来铺在上面 或者黄布 然后呢 上面放香炉 然后放那个 放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水果 然后呢 就自己带个小垫子 在那里先 啊 先把香弄好 香弄完之后 烧香 磕头 嗯 大家轮着磕去的人 磕完头之后呢 边上弄一个小盆子啊 开始烧小房子 人家呢 就是弄一个像大波机一样的 然后呢 不停的在烧锡薄 因为烧锡薄非常容易 惹山林火 因为锡薄 它会被风一吹 到处去烧 所以要自己带一个盒子 像这种铁的盒子 一般的人家呢 都是带月饼盒子啊 家里 像我们小房子们 带月饼盒子们够了 明白吗 就是因为 因为它路途的时候 它是在那个公墓的 嗯 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呃 在那边烧小房子 会不会 不是太安全 没人看见 你自己看了 就问问看了 它说给你一般的烧 公墓的话 你可以 你那个烧纸都 你只要 它只要给你点下 你就可以烧 不是 我是指就是说 因为它公墓旁边 有很多的 呃 也是有很多的种 呃 灵性 坟地 不会的 不会的 我是指这种 会不会 不会不会 因为很简单哦 每家人家 各人家 管各人的 它要冲到你家里来 那么它小偷也有的呀 一般的不会的 嗯 哦 那呃 就是说路途这种 全部做完了以后 呃 就是说我们这些 呃 呃 就是 在 在世人 呃 之后有没有特殊的 做法应该怎么样做 之后才回到家这样的 啊 最好我们到人家 到商店里去走一走啊 嗯 呃 就是人多的地方去走 啊 叫大家来采呀 所以过去从人家 到人家商场里去走一走 或者为什么人家要吃豆腐饭呢 就是到饭店里去走一走 哦 因为你直接把这些煤气带回家呀 哦 你知道你在本队上有些人跟着你 就像人家跟踪一样 那些鬼跟踪你 如果你到人多的地方 它就 魂魄就散掉了 他就不能跟你回家了 嗯 啊 那就是说整个过程 整个一天是不是要不停的念大笔咒是吧 要 而且呢 过去呢 人家不到商场去跑的话呢 就在家门口踏火圈 明白了 踏火圈们把人家就带一两个花圈回到家里 把它烧了 然后呢 把些衣服烧了 然后从上面跨过去 因为鬼是怕火的 你 你一跨火圈 它就不会跟着你跑了 哦 还要带衣服烧掉 没没没没 我这就是 我这就是风俗上面 啊 如果我们到商场去跑一跑 省得在家里门口 因为人家 现在 你家里门口烧 有些不方便嘛 嗯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啊 那好的 啊 另外就是 还有呃 一个问题呢 啊 我就想 请问一下 呃 因果报应的速度是 怎么样定的 是在什么样情况下 报应的速度会快一点 什么样情况下 那是报应的慢点 呃 很简单 包括 包括善因善果 啊 很简单 你比方说你这个房子越干净 嗯 你这个报应越快 比方说你这房子很干净 你里面放盆花 你是不是一开门就看见了 对 对不对啊 如果你家里都有一点乱七八糟 你买几盆花 都不会显示出这个花的漂亮美丽了 很慢 如果你今天做一件事情 坏事 他报应很慢 如果你今天做一件大坏事杀人了 是不是报应很快啊 哦 明白了 他是这样 他根据你的报应的程度来 就是作恶的程度来产生报应感的 哦 哦 明白了吗 比方说你这件坏事用了一年时间策划 做出来一件坏事了 对不对啊 嗯 那他 增破的程度就比较慢 报应不会马上 他有一个果果报成熟期 因为你在这个一年在预预预预就是在预策划当中啊 你这一年 比方说你最后是一天做的坏事 但是你策划了一年 所以他报应的时候呢 虽然被你得逞了 但是他99天 比方说你花了100天 啊 花了365天 那你最后这一天是报应期 但是前面呢 因为你没有做坏事呀 你是动坏脑筋啊 所以在报应期当中呢 就是一直一年当中不顺利 到了最后一天 你被人家抓起来了 就这样 哦 明白了吗 我举个简单例子 有一个人 一个罪犯把人家打死了 为了争房产什么东西 结果他就出家了 对不对啊 这么多年为什么不报应啊 第一 啊 他在好好的修行念经 菩萨以为他增开了 他如果真的这么一辈子念下去 可能这个 也可能也就化掉了 问题这个人 修到后来他偏差了 嗯 他觉得自己了不起了 练才了 啊 很多摄像都出来了 好了 出事了 大报小报一起报 哦一起报了 最后抓进去枪毙 因为杀人犯嘛 好了 明白了吗 嗯 明白明白 师父你当然他帮你拖一把 就这个道理 你不拜一个好师父的话 你自己自学也能成才的呀 我问你自学成才 难还是你到学校里去上课容易点了 就这个道理 自学成才满 啊就这个道理 但是呢你不拜师的话呢 你也能成才的 但是就比较辛苦 你要很守戒 很努力 对不对啊 你比方说你把台长的书拿着去看 你不一定拜师 但是你就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人 因为你还是看着台长的白化佛法 在这么进步 那你照样可以拥有莲花 那你照样可以拥有莲花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可以的,是可以的,一般的呢,就是在家里呢,人家说不要撑伞,撑伞嘛就散掉了呀,散架了呀,明白了,就是说阳台可以是吧,讨个竭力呀,吉利呀,讨个吉利话呀,就是说你一看,哎呀,你伞放在家里呀,你家里就散架了,家就散了,散家嘛,就是阳台上可以撑是吧,阳台上可以,没问题,就是不要时间长呀,就是等它一干就, 不要吃饱饭,没事把个伞整天在家里撑着,肯定要倒霉的 不会,另外还就想问一下,仙家呢,一些仙家看到菩萨会怕,因为他们不是在同一个层次上的,那人和菩萨也是不是在同一个层次上,为什么我们见到菩萨就会那么高兴呢 很简单啦,我举个简单例子啦,对不对呀,比方说人,他没有菩萨这种境界,他想学,他就看见喜欢了,仙家,因为他根据他自己各种修法,他修的各种不一样的东西,而且有的东西并不是正规的修法 那么,举个简单例子,一个老师为什么看见教授会怕啦 但是我们看见教授为什么不怕 因为我们要跟教授学,对不对呀 但是老师呢,因为各门派,教授就知道你这老师学的什么门派 正不正,你虽然也成为老师了,但是这个教授一看 你这个老师是没有素质的,他当然看见教授怕了,因为你看得出他嘛,心虚了呀,因为学生他没有芥蒂的呀,对不对呀 我都要跟教授学的,所以他当然不怕了,他爱教授呀,就是爱老师一样的,就是爱菩萨呀,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啊,啊,啊,好了,啊,非常感恩师傅,啊,好吧,嗯,今天问题就问到这里,好,感恩师傅,OK,再见 喂,你好 喂,师傅好,师傅稍等,师傅稍等一下 喂,师傅好,弟子感恩师台长,请啊,师傅 嗯,这不点火,他不来的 哎,老婆好,对不起,师傅,让您久等了 师傅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您 昨天不是您做,昨天您做图腾节目吗 你说是挂,那个,那个人的那个莲花不是掉下来了吗 就是因为挂,太挂念一个人嘛 太挂念一个人的莲花就会掉下来 请师傅再给我们开示一下嘛 为什么太挂念一个人,莲花就会掉下来 因为现在很多师兄他们心中很挂念自己的亲人呀,师傅 就是啊,因为你私心太重啊 你如果,那我问你呀 那师傅挂念全世界那些受苦受难的我们的佛子 那我怎么莲花不掉下来了 要看你挂念谁的 你挂念的是自己的,自己的私人 自己家里的人 你老挂念,他身上有阴气 他身上有业障 你越挂念是不是你帮他背的越多了 对对对 你背的越多是不是就下来了 是的,是的 哦,明白了 哎呀,那师傅,这个莲花真的守住这朵莲花真的是不容易啊 你以为啊 如履薄冰啊 守住这朵莲花,讲了不好听一点 就是像人家守征结一样的 你一个女人要想守征结的话 不被人家骂 你一辈子就是很干净 你否则的话被人家就骂死了 我告诉你 是个不是好女人了 你说看一个女人的生育多重要啊 是的 那师傅有一种 今天我听着说一个同修说一个女同修 她结了三次婚 她第一次她老公死了 人家有的老公死了之后 那个女的就终身不嫁 是不是人家这也是一种品质啊 那当然了 过去叫过去我们就是讲了 这个叫这个就叫什么 这个就叫我们说就干净呀 她就是说终身不嫁了 她会会守復道呀 因为她觉得她觉得她的身体给过某一个人呢 她就不能再给另外人了 就是这个干净 所以这种人能够上天的呀 干净呀 所以过去你看看看有些 有些电影里面也有 你看祥林嫂 你接两次婚三次婚的话 你就是要捐门槛了 这种人就是不干净不干净到地府里面去了 你去看为什么畜生啊 畜生他乱交的嘛 对不对啊 是啊 猪也是乱交的嘛 所以这些都是头畜生到了呀 你是人啊 那师傅 你不能乱来的 你讲 那师傅你像有的女同修 她结了好几次婚呢 她这样修上去的 是不是相对难一点 那当然了 讲了不好听一点 只是师父不愿意去伤害别人 其实从真的 从真的道理上来讲 那当然不干净的不容易上去了 那干净的容易上去了 就这么简单了 你感情 你就算说 你就算说 你接三次婚 你就算没有这种夫妻之事 你也是不干净啊 因为你感情牵扯也很大 针结恋女啊 针结恋女过去有好几个仙人 都是针结恋女 过去有很多菩萨也是针结恋女啊 这还不懂啊 哦 明白了 哪有哪有这个乱七八糟的人上天的了 哪有哪有哪有做做做做做那种鸡女的上天的了 你讲出来你都 人家都不会相信的 听到懂了不了 是的 听到懂了 听到懂了 嫁两三次的 嫁两三次的不算坏的女人 她也是生活所逼 她是很好 对不对啊 那她跟守戒的人一样了 不一样了 好了 就这个道理啊 并不 你人道是符合的 你嫁人符合法律 符合人道 这都没问题的 那你又不是乱来 你嫁两三次也是正常的 问题你跟菩萨的境界比起来就差得远了呀 是啊 是 我就感觉很烂 就这种感觉就是 但是 但是你又不能这么讲啊 她是合理合法的啊 哦 是 他结婚你不能说他烂呢 只是说你 如果你说他是到了境界了 到菩萨境界 你这个就叫烂了呀 你不用菩萨境界 你是做人 你烂什么 不烂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是这个概念 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词比开始 师傅 您不是在4月21号 师傅帮一个女同学不是看图腾吗 那个得了重病的 那个女的 哎呀 当时师傅说 如果她梦见一个珠子进入她的身体 她的病就会好了 请问师傅 这个珠子是什么 什么 说珠子不是不是不是那种 不是那种 那种珠子 她就是说这个天上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我说的就是天上那种珠宝啊 那种珠子 珠宝 因为她前面说 她看见一个珠子发亮了 我说她说她进入她的身体了 所以我说 如果这个珠子进入她的身体 就是好事情 师傅是不是这珠子就是相当于能量球啊 师傅 对呀对呀摩拿珠呀 就是那个 就是菩萨的能量呀 菩萨的能量啊 菩萨 菩萨的能量 菩萨的能量从天上只要一形成 随便能够能量一形成往下跑 它就是一个很亮的珠子 呵呵 哦明白了 那师傅你看 有位同修不是带着大悲咒到法会不是开光了吗 嗯 结果呢 师傅的法身对这个同修说 这个大悲咒有一朵大莲花拖着 上面都是光球挂在家里金光万照啊 师傅 这个这个师傅您一开光这个大悲咒能量更强了 师傅 是啊 很好啊 所以一个人 那师傅 一个人 要要学会有能量 怎么会有能量 正能量呀 一个人干净啊 你看大家看见师傅这么兴奋 这么开心 就师傅给大家带来正能量呀 对不对呀 如果如果看见一个人 大家都躲躲了就跑了 那不就负能量吗 对不对呀 是的 那师傅 关于这个大悲咒 他挂在客厅的话 如果家里人他不学佛的话 吃荒的话 对于那个不学佛 吃荒的人有影响吗 这个大悲咒 大悲咒啊 吃荒的 对呀 他挂在客厅的话 有不学佛的 或者是吃荒的 他这样 不学佛的 你本身把大悲咒挂的 就没什么大的作用了 因为你不信佛 他没有能量了 他只是一个公益品 公益品 哦 那师傅 因为大悲咒上都是菩萨的名号 但是如果他不学佛 在客厅挂在客厅里的话 对那个不学佛的人有影响吗 他吃荒的话 吃荒总是不是太好 但是呢 大悲咒总的来讲呢 还是帮别人挡灾的 但是如果 如果你吃荒 也就算了 但是你不要吃活的 菩萨还是会帮你的 菩萨很慈悲 但是问题最坏的是什么呢 最坏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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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 这个 这个 连佛都不信 你说怎么可能会有菩萨保佑你 胡法神都不来 对啊 对不对啊 信佛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 明白了 最重要的 那师傅 你说天上下来 与其他地方来的人 犯同样的罪孽 是否天上下来的人 报应更大呢 师傅 对不起再讲一遍 嗯 就是说天上下来的人 与其他地方来的人 如果犯同样的罪孽 是否天上下来的人 报应更大一些呢 师傅 从道理上来讲是这样的 因为为什么呢 一个群众犯错 可以原谅 嗯 一个领导犯错 不能原谅 就是这样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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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做一件好事 一个领导做一件好事 他的受的那个善报 就比一个群众做的 一个好事 要报应来的更多 就是善报更多 哦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那师傅 你一直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历史上的先前 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文化 比如 那个宰相范仲英 他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念 这是这是否也属于佛法经常提到的无我和慈悲呢 师父 你给开示一下吧 他不一定想到境界这么高 嗯 他只是这天下人所所热 忧天下人所忧 实际上他这个同体大悲的概念 并不是他到了菩萨的无我的境界 明白吗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哦 是这样 哦 你看你当时在槟城大法会上开始 学佛人应该救度众生是60% 自修自得是40% 这样的话 你就永远走在慈悲众生的道路上 请问师父 是否在自己已经消掉一些业障 有能力度人的情况下 可以参考 您开始里的60%和40%的比例 来安排自己度人和自修的时间呢 师父 实际上他想说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给人家多一点 给自己少一点 哦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两句话 哦 明白了明白了 哦 那那师父 你如果想 如果参加法会 如果想保留某场法会 做义工的功德 需不需要跟菩萨祈求说明一下 还是我们只要没有用 功德就自动储存起来 想到我们下次享用的时候 就可以来拿用呢 请师父开始一下 功德是自然储存的 自然储存 就像人的身体一样 你天天吃饭 它营养是自然储存的 不是说因为你今天吃了才储存 你今天不吃 它已经储存在里边了 所以消耗能量 是消耗你过去的能量 明白了吗 嗯 哦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 机会开始 师父 你当时不是看到 当时你们是在看图腾吗 看到一个亡人在天上做法师 请问师父 他这种 什么缘分 他可以在天上做法师呢 师父 很简单 他做法师 说明他上去了 但是呢 他还要继续往上修 他还没修好 修的还不够 他在天上 因为他不想在天人做天人 哦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就像天上很多菩萨 他个人穿个人的衣服 有的菩萨 他还是 他是从法师修上来的 他还愿意继续喜欢 我穿这个衣服 我继续我的修行 哦 明白了 那师父如果他在天上做法师的话 比 就是更容易这样 往上修一层一层的往上修 是这样吗 对 因为穿衣服会让你不要忘记自己的职责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今天是一个便衣警察的话 你可以不做好事 也可以不做坏事 对不对呀 但是你今天穿了警察的衣服 边上有人抢劫 你必须上去冲过去要阻止人家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师父你讲起这个穿衣服 你在这次法会开始说 不要穿戴数字的衣服 请师父从玄学角度给大家开示一下吧 为啥不要穿戴数字的衣服呢 数字的衣服不好啊 因为数字它本身就有一个限的 有一个限度的 哦 你只要有数字就有限度 所以菩萨讲经说法为什么说 无量横和杀数 他不说数字呀 是吧 是吧 这就是无量无边的 如横和杀数一样 他比方 他如果今天说出来 有多少多少数字 你这个是有价的 你今天这个 如果说不出数字的话 就是无价之宝 现在还不懂啊 佛法是无价之宝 哦 是是是 明白了 明白了 就是说数横和杀 就这样无量无边 不能数的呀 你有数的话 说明你这个财宝还有底呀 如果你不能数的 那你说明无底的 无底洞啊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 请问师父啊 师父啊 人间的事情无常 一回好一回坏 为什么学和的过程中 也一会儿拔起充满 又一会儿生出 烦恼障碍呢 这说明自己的境界不够 不稳定 还是说明 这是不断的考验 为了能不断的突破障碍 提升境界呢 师父 因为第一你是人 人是无骨杂粮 因为人在人道里边 天有阴晴缘缺 人有旦夕祸福 因为人不是生活在真空当中的 所以他会碰到各种各样的烦恼 所以在烦恼当中 他就不断会一会儿好 一会儿不好 一会儿发神经病 一会儿正常 一会儿感动的哭 一会儿感动的 原来什么都不想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菩萨到人间 为什么也会迷失 就是因为人间这个气场 它是 我们说是无常的 所以无常的世界 就会造成你无常的心灵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那师父怎样对应呢 这个丑问题 什么对应啊 天天念经 天天在这个环境当中 天天不接触外城 你是不是就变成天天稳定了 所以为什么不让你们出去接触外城 为什么让法师在山上修啊 不让你们接触人间的那些烂事 就天天在山上修行 念经 打坐 学佛 实在 种地 你天天就这么过过过过到最后 他是修出世法以后到天上去了 你现在知道修路世法多难呢 你要抵抗所有的诱惑呀 多少诱惑你知道吗 哎呀 哎呀 师父 你看 我师父其实我们是在家 就是虽然没出家 但做要做到新要出家 要严守戒律啊 师父 难哪 嘴上讲讲容易的 就是我那些 那个那个秘书住的小朋友 哎呦 一两天感动得了 又掉眼泪了 过两天又犯戒了 这没办法的 这就人呢 如果再放大街们就畜生 再放大街们就下去 就这么办法 天天想上去下来 上去下来 就跟人的心脏指标一样的 心电图 脑电图 为什么都上上下下 这还不懂啊 在人间 什么东西就是告诉你们 人间什么东西都无偿的 连股票都是上上下下 汇率都是上上下下 人的心情也是上上下下 人的身体也是上上下下 你说哪一天不上上下下的 叫七上八下 哈哈 师父啊 真的 真的 这个人 就是普当当时说的 要看头 看破这个人间 借家修正呀 对呀 人间不可得的 太无常了 有什么意思啊 今天开心 明天不开心 明天不开心 后天又开心 就像个疯子 像神经病一样 一会笑一会哭的 呵呵 呵呵 这就是人间 明白 这个人间现在把人折磨得了 人不像人的 一会疯疯癫癫 一会开心啊 笑啊 一会 你说他像不像神经病啊 如果把他浓缩起来 一会笑一会哭 不就神经病 神经病医院们就这样的呀 明白了吗 是的 明白了 师父 你看 有一个问题 你看 现在有一个同修说 他的孩子打游戏 直接就 哎 直接玩疯了 继续给他念着经 烧着小房子 但是孩子 就是这样柴迷在游戏之中 我说呢 你给他念着经 念着小房子 这边再给他补着 他打着游戏那边在漏着 那你如何是否啊 是否针对这种问题 你说小孩子打游戏机 你说大人呢 抽烟喝酒呢 不会跟小孩子打游戏机一样啊 对不对啊 你说大人 你说大人沉迷酒色呢 对不对啊 玩女人呢 对对对 然后呢 然后呢 接下来呢 赌博呢 喝酒呢 抽烟呢 哪个改得了呢 骂人呢 你叫他改一改呢 就是我们电台的一个 电视台一个编辑 你就是叫他改一改 说不要这样设计 那样设计 他还是这样设计 你说他改得了吗 师傅这些上瘾的东西 都不是好东西啊 我发现这些上瘾的东西 对啊 凡是上瘾的东西 都给人带来诱惑的呀 所以上瘾的东西 都有诱惑呢 钱会上瘾的 赌博会上瘾的 对不对啊 男女之色会上瘾的 喝酒会上瘾的 抽烟喝酒 哎呦 什么都会上瘾的 你只要上瘾了 你这个人已经是 我们说不是中道了 中道就是 中道就是 什么东西都放得下 无所谓 有就有没有 我最喜欢的东西 叫你放下 我也得放下 那你这个人成功了 对 那师傅 您在4月20号 共修组提问中 师傅您这样说了 除了弘法 任何事情 做到一定程度 都会有些问题 是刚才您 说的这种吗 师傅 对啊 凡是人间 你说 你说你 任何事情 都会有问题的 比方说 你说哎呀 我慈善 我拼命的做啊 做啊 做啊 做到后来 你功高我慢了 你已经过头了 因为你现在 你开始做慈善 是真的为老百姓 你做后面 做到慈善 你是为了 炫扬自己 我是一个大慈善家 意义不对了 意义不对了 明白了吗 是啊 对 对对 对对 是吧 你看我 你看我多有钱 我做慈善 就这样 对啊 还有呢 弘法也是的 弘法到后来也是 开始的时候是为众生啊 弘到后来 你看啊 我是救世主了 那些邪教就出来了 哎 你看看 师父多低调啊 什么事情 人家一讲 都是观世音菩萨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只不过是个媒体 把观世音菩萨的信息 传达给你们 把观世音菩萨 这么好的 我们佛陀 传下的佛法 传给你们 教导你们 我不就是个媒体吗 是的 师父 就是有些佛友 在感恩您的时候 你说不用感恩师父 你谢谢观世音菩萨 对啊 没有观世音菩萨 有我吗 没有观世音菩萨 有我们今天吗 没有观世音菩萨 能有今天 红法红的这么好吗 能有一千万人跟着吗 好了 对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 此备一开始 还有人说了 还有人说 人家说了 你心灵法门 也有人说不好 你说 说不好的人多 还是说好的人多 讲都不要讲 还是说好的人多 好了 讲都不要讲了 这本就简单了 对对对 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 此备一开始 师父 你说家里如果有药精者 我们也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呢 我们一直给自己的药精者 烧小房子 那家里的药精者 会收到吗 师父 这个问题 你小房子给谁烧 他就谁收到 你的意念 就决定了 他能不能收到 就像我 我说 我说把这个礼物给谁 就给他了 人家就不会拿的 你比方说 大家小朋友 我们秘书处的在一起 我说把这个东西给谁 那人家当然边上都不拿了 我今天 灵界是通过我们意念来的 你意念当中说 我今天要烧这个小房子 给我房子药精者 那你家里的药精 不是家里的药精者 是你身上药精者 他都不来拿 他有规矩的 都有规矩的 明白了 谢谢师父 才可以开始 师父 他说有的同修梦到 他梦中经常拍照 从这个 怎么解释 这个拍照 有什么意思呢 梦中拍照 梦中拍照 就是印象 就是我们说 人间的叫影像 对不对啊 在地幅叫印象 把你这个印子印下来 驻着在轨道的像当中 所以你今天拍照 拍了是一个善的东西 他在下面就帮你 记录一个善的 拍了一个不好的 就记录一个不好的 所以你做梦 做的这个时候 拍照的时候 好的还是不好的 你就知道了 下面已经帮你 下面已经帮你 记录好了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 慈悲开示 师父 你看 有位同修四年前 得了白血病 通过学习心灵法 那好了 要献身说法 但是呢 他不会 就是那种文字表达 其他的同修呢 可以帮他写写呢 帮他改改稿子吗 如果可以的话 需要注意什么呢 这种问题 师父 都可以 这个都没什么问题 用不着注意什么的 帮人家种善奉行 帮人家 帮人家能够 能够弘扬佛法 能够让更多人 离苦得乐 让他们有这种感应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不要记 不要顾忌其他的问题 嗯嗯 好的 谢谢师父 慈悲开示 师父啊 念经能消除业障 吃苦 也能消业障 出去度人 广度有缘 也能消业障 那 这么多的消业障的原理 有什么区别呢 还是有什么共同点呢 还是 还是 师父 你问了再多 我只要举个例子 你全明白 吃菜 能够长身体 增加营养 吃饭 也能增加营养 吃面条 也能 吃烙饼 也能增加营养 你说 这里边有什么共同点呢 就是增加营养 对不对啊 你身体 身体 成长 你靠着各种功德来的嘛 对不对啊 那有什么 这就是路不同都 瞧瞧大路 通罗马 就这么简单 明白了 那师父 种种消业的方法 是否是相谱相成 缺一不可呢 师父 也不一定 不一定啊 不一定的 一门精进 照样可以到达彼岸 你一辈子 一辈子从来没吃过米饭 你吃烙饼长大 吃到死 还是烙饼的话 你照样长一辈子啊 也不因为你 没有吃过米饭的话 你就活不了啊 对对对 明白了 明白了 你一辈子学心灵法门 从来不接触 其他法门的话 你最后不也上天吗 你今天 有其他法门的话 你不认识心灵法门 你不要 你修得好的话 你不也上天吗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 师父 你看 你在槟城法会上 不是看到一个 鼠蛇的师兄吗 是天上的小龙下来的 你像这个 师父 本前你说过 蛇就是天 就是小龙 他这两者有联系吗 师父 还是碰巧了呢 小龙 在天上犯罪了 下来变蛇了 因为在人间 现在没有龙 对对对 明白了吗 就这么简单了 因为你从天 天上打入人间 你打入人间 之后没龙 就变蛇了呀 那师父 那属蛇的 属相是不是 天上的小龙下来的 犯了罪 不一定的 不一定的 不一定全是的 如果你是小龙下来的话 你福气很大的 至少做一个局级干部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 此为开始 师父 你看 丁城 那就是说是 就讲教这个社佛台啊 是吧 你说 如果那 就是社佛 帮助别人社佛台 师父 严格来说 师父一定要许愿 吃全素啊 师父 帮助人家社佛台 嗯 台要么台 要么台 后面没听到 后面 后面是说什么 社佛台干嘛 师父 一定要许愿 吃全素啊 你帮人社佛台 你一定要许愿 吃全素 必须全素的 实际上呢 从 从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上来讲 当然吃全素 社佛台更好 如果呢 你是帮助人家 你还没吃全素 那你就念 多念 几遍 十七遍的进口液增研 嗯 你照样可以设 哦 这没问题的 因为众善奉行 诸恶末 做菩萨词大词大悲的 只是你自己 这个功德有落 你本来设佛台 可以百分之八十功德 人家吃素的人 就是百分之八十 你就是百分之五十 功德照样有 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师父 如果去 比如有五个吃全素的 去帮人设佛台 有一个没有许愿吃全素的 那会不会影响 他这个整体的气场呢 师父 去帮人家 当然会了 你说五个都是不吃素的 不吃如果 我吃素的 五个都是吃素的 一个不吃素的 那当然影响他了 很好了呀 我问你 五个好人 加一个 一般的 不坏不好的人 走在一起 人家鼓励起来 哎呀 你们这些好人哪 如果 如果一个是大好人 五个都是坏人 人家一看这帮坏人 共赢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了 所以看这 师父问一个殊胜的 师父 您不是近期 有一个 有个节目录音 您的法山 带一位同修去了 心灵净土吗 非常殊胜 您说 心灵净土 好几间 都有 已经有主了 就是好几间 都是人间 现在弘法精进 修行的弟子 他们在心灵净土 已经有了 他们的房子了 四百多 那你说 哦 师父 那请问师父 仅仅有莲花 还是不行的吧 在人间修到什么程度 就可以在心灵净土 有房子了呢 师父 无私奉献 真正做功德 没有功高我慢 没有 无我的境界 这种人一定在天上 而且有自己的房子 真的修行 帮助别人 不畏自己的 这种人就是菩萨 菩萨在天上 才会有这个房子 实际上讲到底 能够在心灵净土上 有位置的人 已经在人间 修成菩萨了 好了 哎呀 太好了 就得向他们学习 师父 要学的 和你 很多人 很多人人间没房子 天上已经有房子了 哈哈 这是真正的房子 真正的家 对呀 永远了 几百万年 几千万年 而且永远不会下来的家 你现在在人间 再有大的家 有什么用啊 你要死的 是 对不对 师父 现在还买个房子 还成为房奴 哎呀 之后又带不走 带不走的 根本带不走的 而且这个房子 又不是属于你的 你人钱就要死 后面就 人家就把你名字改了 是 是 现在心灵 师父 心灵净土 有现在多少房子 已经有主了 师父 你放心了 他这个房子 是根据你多少人 他自己生出来的 哦 你有多少人 他天上有的是地方 呵呵 你用不着担心的 不是上线 哈哈 师父 只要你的境界 到了菩萨的境界 那边就出来了 啊 是这个概念啊 那 师父 你是菩萨的境界 但是 有的境界 也得下来了 那房子 天上的房子 接着就没有了 没有了 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你现在有点 有点悟信了 实际上就是 心随 静随 这个这个 这个心不能随静转 实际上你的心造万物呀 你在天上 你实际上 就是以你的心 实际上过去 有一个歌曲 不叫 芝麻开门 阿里巴巴嘛 对对对 对不对呀 芝麻开门嘛 这个 实际上什么东西啊 实际上就是告诉你 你心中有把锁 心中也有把钥匙 当你用你的钥匙 把你的锁打开的时候 你就看见里边 无限的金银财宝 就阿里巴巴把门打开了 这个门是什么 用我们人间的门 讲起来是智慧之门 其实用什么 叫佛 佛法的 上天之门 我们修成正果的 无上正等正觉的之门 所以我们到了天上 要什么有什么 你想什么 他就什么东西出来 你这个概念 你想过没有啊 好了 那师傅想拜见哪位菩萨 马上就到了那位菩萨的身边了 是这样吗 师傅 那倒不一定 那倒没那么快 你可以 你想拜见哪位菩萨 哪位菩萨 法僧可以过来 但是不是真僧 是法僧 那也可以自己加着云 过去是这样吧 比如去找财长吧 就到财长的家里 加着云就过去 有点远 你找财长是容易 你要比方说 想去见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大开始的话 大家都得过去 因为这个时候 是观世音菩萨 在天上的真僧开始 所以大家都去见真僧 其实讲句简单话 我问你 现在全世界 他们法国公修组 天天听我的录音 那这个声音 是不是卢台长了 是的呀 那是的 那好了 他们不是跟台长在一起 看着照片 听着声音 不就跟活人一样吗 他们为什么参加法会啊 那真僧呀 对对对 一样了 现在明白了 一解释就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 开始 师父在外 师父您说过 我们出去度人 或者利益众生 会多少帮人 悲业 但是这个悲的业障 菩萨会帮我们 消掉很多 然而 真正利益众生 悲的业障 就算菩萨 不帮我们消 我们也照样 去利益众生 请问师父 菩萨被众生 帮众生背的业障 是如何消化的呢 师父 菩萨 我问你 师父帮众生背的药 业 怎么消的呢 很简单 观星菩萨 帮你消 对不对啊 你自己也在消 你靠什么消的 你今天救人了 你把人家背了 对不对啊 你又救人了 你又消掉 比方说 我现在在做节目 我在弘扬佛法 我是不是有功德啊 有功德是不是就消业障啊 对对对 而且你去度人的时候 你背到一点 因为你要得到功德 所以你会把人家背 你背了之后 因为你是功德 是正能量 你求观星菩萨 菩萨帮你可以消掉 99.9% 你相信吧 哎呀 你几乎没有业障 你只要去度人 你当时头痛 你看看有几个人 头痛一个礼拜的 如果你偏得痛 你可以头痛十几年 你度人 你就是头痛 你回到家里就好了 明白吗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父了 开始 师父 我问一下 南京菩萨 是不是也有给 就是 他除了协调 宗教之间的关系 协调我们 人间的关系 是不是也能给人 致病啊 南京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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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病最厉害的 我可以告诉你 南京菩萨 过去在人间的时候 他在南京 待过 他在江苏 都待过 他在那一带 他手道病除 李时针 李时针 这种 这也是后来的 其实李时针 也是天上一位仙人 现在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南京菩萨 他成菩萨 他过去 这个手在你 额头上摸一下 你什么病都没了 就这么简单 哎呀 所以 有个同修 一直看到南京菩萨 在一座山上 他就是一个 就是那种 仙人的那模样 给了他一颗 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仙丹 哎呦 哎呦 不得了 你这样想看 太上老君 跟南京菩萨 这种形象 像不像了 像像像 就是这种类型的呀 现在知道了不 他要是给你 一颗仙丹的话 你真的仙了 希望南京菩萨 给我一颗吧 你要好 乖一点呢 你身体不好的时候 菩萨就会给你仙丹 他为什么要 炼丹炉 炼丹炉 他给 因为天人 他有的人 他到了五衰的时候 要下来 投人的时候 他不愿意下来 那如果你是在天上 也有修炼的话 他就可以拿到 太上老君 给他吃的那种仙丹 他就可以在天上 再待几千年 是这样的 并不是到了天上 做的天人 一定要下凡了 明白了吗 那师傅 这个太上老君的仙丹 和王母娘娘 菩萨的盘陶 是不是就类似 是这样吗 对呀 都是仙的呀 都是好的呀 就是那你 我再问你 再加一个 观世音菩萨的精品水 里面的 这个精品水 里面的流离水 它也不是跟仙丹一样啊 哦 是的 是的是的 他都 观世音菩萨 那个那个精品水 都能把战员 大千 那个千年果树 不是那个人参树吗 都给他一火 对呀 你知道我们就好 这有 这个 这个每一个 每一个菩萨 每一个神 每一个仙 他都有自己的法宝的呀 是的 是的 那是我对于广大心灵法门 同修他生病了 他可以求 观世音菩萨和南京菩萨吗 可以求南京菩萨 可以呀 南京菩萨 南京菩萨 这个艺术高得不得了 他是 哎呀 南京菩萨 所以很多人不败 活该了 我也不想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 你家里不供南京菩萨 你自己损失呀 就像很多人到现在家里 连观世音菩萨 不供一样的 一样道理 南京菩萨治病可厉害 其实师父 其实南京菩萨就八个字 大慈大悲 妙手回穿 从这医学角度来说 我看你到 满会的 满会 明白了 师父 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 感谢师父的慈悲开师 谢谢您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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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没有多大的大问题的 可以抵消的 师父请问一下 如果是放生一只雪鱼 有没有说可以取代放生几条鱼的数量呢 应该是这样的 比方说你今天放生一条黑鱼 你可能就可以取代放生十几条鱼的数量 是这样的 因为黑鱼涂上三颗星 是的 因为我们现在国家这里有限定一些鱼种已经不能再放生了 所以变成同修如果已经许愿了大量放生的数量 我们必须用其他的物种来取代 对啊 如果你比方说你今天要放十条鱼 那你放一条黑鱼可能就可以取代 黑鱼是很厉害的 好的 好的 你记住 你记住大鱼就是放一条大鱼 可能就是三条小鱼的分量 或者其实不是分量 不成分量的话就是大小 好的 好的 所以我们更关心菩萨比如说许愿两千条鱼 然后我们就是可能间中我们会放生一些水鱼啊 还是一些大鱼参杂在里面 对 这个很容易数量满的 很容易数量满的 请问师父您能不能开始有没有一定的数量可以让我们参考 我已经讲了 不是数量大小 你比方说你本来准备放生的鱼的这个大小 你现在放的鱼比它大四倍 那么你一条就放四条 听得懂吗 横的宽的算在一起 比方说你本来放的一条鱼 只有比方说半个手长大 对不对啊 你现在放了一条鱼 宽度和长度 正好是原来放的鱼的四倍 那你放一条 就等于放了四条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明白了 它是根据大小 对 师父 哦 根据大小 哦 好的好的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现在放生水鱼嘛 原来那些被宰杀的水鱼里面有分已经怀孕的 就是肚子里面有卵的跟没有卵的 其实我们放生那些已经肚子里面有卵的 里面可能有七到八颗蛋 水鱼的蛋 呃 我们专门买这一些油卵的来放生是否会更加更加好呢 对 更好 你要是买鱼子放的话 你要是买了这个鱼里面有鱼子的话更好 哦 哦 哦 你要记住了 是的 那个这个这个了凡视讯里面也讲到了 啊 放生啊 他放到后来他放了 有一个有一个故事讲到这个人应该放多少多少条 菩萨提醒他 结果他不停地买买鱼子放啊 结果上上千万条鱼他都放掉了 嗯 是的是的 好了 感恩感恩师父开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请问师父同修参与国家政府的慈善机构 呃 筹款和筹备一些呃 粮食要免费布施给穷户人家 同修在有国家政府的批文和证证件批准的情况下去筹款 呃 请问参与的同修是否如理如法 参与你只要功对功没有私心杂念你不要去练财就好了嘛 这也没有什么 实际上这是一个善事 应该说是个善事 好了 我也不想多讲 好的 对不对啊 好的 明白 对 感恩师父开始 还有呃 呃 想分享一下哦 槟城放生那一天站在一宫呃 呃 队列中 感受到观星菩萨很早就来了 菩萨慈悲给汉流侠辈的佛子们送来阵阵清凉的风 闭上眼睛感受到 那么本师释述摩尼佛也来了脑海中出现这样一句话 众生之苦皆因执着 本末导致苦恶不断 想问问师父 这不知是否是佛陀所说的呢 是啊 现在人本末导致啊 现在人不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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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阴的只管果啊 就相当于什么事都知道吗 啊 就是自己做了坏事还想得到好的善果 是不是叫本末导致啊 你应该做善事才能得到善果啊 他现在做恶事他想得到善果 对不对啊 比方说 你要赚钱养家也是正常的 但是有些人就抢去偷 偷了的钱养家 照顾自己的 爸爸妈妈 你说这种人是不是叫本末导致啊 是的 就不如理不如法 好了 因为就变了嘛 性质变了 所以我告诉你 菩萨很担心人间 再这么搞下去 真的人间 就是会有很多的思维上的错误 所以现在人的思维出问题了 为什么学佛 就是把人的思维纠正他 明白吗 是的 好了 你说现在的女人 自己不想打工 就像嫁一个好男人 自己不想劳动 就像靠 靠着人家的钱来过活 那么他什么事情都做了 明白了吗 明白 就像泰国 对不对啊 你看看看 对 自己不打工 不肯吃苦 那么去 化化妆 去做人妖去了 对不对啊 真的很可怜的 讲出来声音难的 但是呢 看上去比女人还漂亮 他们 他们佛教国家 好像过去是因为他们供养佛的关系 所以他们都长得很漂亮 很英俊 有这个关系吗 有的 就像犹太人一样的 犹太人人家说 犹太人是智慧啊 他们真的聪明啊 没办法 有的地方的人真的很笨啊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 明白了吗 真的 你去看好了 不是讲了 农村有时候 有些人真的是 他用现代话上说 他见识比较少 所以他没有智慧 实际上他 长的那个地方 可能就是有些问题的 所以我不想多讲了 明白吗 明白 感恩师父开示 有一位女师兄 她以前是修别的法门 转修心灵法门后 设了心灵法门佛台 她上香时 看到菩萨来了 她佛台上的菩萨 对她做了几句开示 她记下来了 她想请师父开示 就是这些菩萨 对她的开示 是不是真的 第一个是 关心菩萨的开示 一切要奴隶 如法的进行 要正愿 正信 正念 没有什么 是应该的 好好学佛 第二个 是地藏王菩萨的开示 弟子啊 学习心灵法门 太殊胜了 我会减轻你的罪业 让你轻装上证 好好护持 所有心灵法门的人 然后 你弟子就问 我应该怎样护持 菩萨 让他们多念经文 多放声 让他们多听台长的录音 你是个好孩子 我会时时在你身边 然后第三个 就是观地菩萨 开示 我会好 我会做好你的护法 还有第四个菩萨 就是南京菩萨 你做得很好 要如理如法的进行 勇猛往前 勇不退转 我会时时来加持你 现在学佛不容易 有什么疑问 要多多跟观心菩萨沟通 你会是一方的带头人 他们里面或许 参差不齐 善根不一样 但你要有耐心 要护持好他们 你会功德无量的 最后一位菩萨的开示 是太顺菩萨的 你的慈悲心 会救度很多很多众生 他们会拥护你的 我会时时在你身边 你就像 你就像现在这样 就好 就 请 录音 法会 结缘众生 你会 你会 终有成就 请问师父 这些菩萨 对女弟子的开示 是否是真的 应该是真的 这个 这个女弟子 应该至少是一个负责人吧 如果她是一个负责人 她可能就会很好 她可能得到菩萨的 她的上辈子 可能也是修的 是的 是的 很感恩 她很感恩心灵法门 给她这个 修行师父的机会 很好啊 还有师父 同修后 在槟城法会过后 有梦见 您 您在梦里哭 然后 就是很难过 是不是 师父 心 心里 心细着众生 很多东西 对啊 我 我心里 心里一直很难过 我 我没办法 我也是 看见众生 有这么多的苦 心里特别难过 因为 任何一个父亲 看见自己的孩子受苦了 你说 父亲会不难过吗 就这么简单 师父 师父 就是父亲啊 看见很多人吃苦了 看见很多人生病了 你说 心里会难 不难过吧 没办法了 对不对啊 对 但是 如果您太难过 菩萨会心疼您 然后 会 提早把您带走 不会的 菩萨 会让我 继续在这里救人 对啊 难过是 慈悲呀 没办法了呀 对不对啊 所以我们都要很珍惜师父 所以我就是说 叫你们不要去 不要去做错事情 因为做错事情 自己会受报 受报的话 师父就会难过了 因为每个人 因果菩萨都动不了的呀 你说师父 就是一个父亲 很爱孩子 孩子做错了 不照样判刑啊 一样道理啊 明白吗 所以我们 我们做错事 就是连累师父 对了 对了 这句话就讲对了 明白了吗 你们做错事情 就是让师父难过 所以你们最爱师父 对师父最好 就是不要做错事情 做错事情 身体上就会生病 精神上就会 变忧郁症 脑子坏掉 明白了吗 嗯 嗯 明白 好了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 能够团结 能够好好红法 不要 不要做一些伤害 自己跟伤害 师父的事情 嗯 多团结 多红法 多度了 对啊 因为 有时我们难免 肉眼凡胎嘛 弟子们肉眼凡胎 有时会 误听一些 呃 谣言啊 还是悟信 悟信了过后 又会误传一些 不是很正当的 一些 呃 事情 导致 一些 可能会搞到一些 同修跟同修之间 会有误解 记住一句话 那 嗯 我告诉你一句话 一个 一个正法 它是有广泛性 有持续性 啊 所以你看 正法 佛陀的正法 广泛 就是这么多人学 持续性 持续到今天 对不对啊 而且 它是永久性的 所以你去看 凡是好的法门 大家都在学 它一定是好的 啊 这个大家 是人越来越多 明白了吗 啊 明白 啊 平定 对社会 对人民 有没有意义 这个法门 如果对人民 对国家都有意义 那一定是个正法 明白了吗 是的 好了 好的 今天弟子的问题 问到这 弟子给师父忏悔 弟子也做了很多 不好的事情 嗯 年累 师父 弟子在此 给观世音苦沙 师父 忏悔 好 再见 再见 感恩师父 您要好好照顾身体 再见 喂 你好 喂 喂 你好 喂 师父 小小 你好 你好 哎 师父 哎 师父 请讲 哎 哎 师父能听见吗 听见 哎 师父 嗯 哎 请啊 可能应该想 弟子给师父请安 嗯 嗯 弟子啊 那师父 弟子翻译一下 嗯 弟子是一个 九十年的 然后呢 宣伏之后呢 有了很多的变化 嗯 那弟子翻译一下 从零七年的时候呢 嗯 弟子让奶奶去世以后呢 弟子身体就一直都不好 啊 一直呢 发烧呢 连套体发炎 连套体发炎 然后呢 吃了将近十年的药 一直就没有好 然后呢 在这几年的时间里呢 一直是被 被受那个病痛的折磨 虽然不是什么 还大大病 就是三天两头 上火发炎 然后呢 去了各个大医院 那个全部都看过了 中药 西药 天方全部都试过了 就是一直没好 嗯 后来呢 然后弟子就是在那个 16年9月7号的时候 开始了解 行李发炎 然后呢 一个师兄把我度了 17号的时候呢 弟子就开始训练 终生吃全素了 而且呢 每周都去放生 50年左右的鱼 然后那个时候呢 弟子的工资呢 一个月才1800块钱左右 平时呢 都很小气的 但是呢 花钱去 花这个钱去放生 嗯 我一点也不心疼 后来呢 在10月22号的时候 山上佛台 23号的时候呢 给房子烧了 其中那个小房子 给房子的药金者 给奶奶烧了21张小房子 给自己的药金者 烧了21张小房子 从23号开始呢 嗯 我的那个支气管 发炎咳嗽的情况呢 就减轻了一半 也就是过了3到5天吧 嗯 就完全不咳嗽了 身体就 最后就是 最后就全好了 然后呢 弟子真的没想到 就在这几天的时间 连10天做不到 困了弟子 将近10年的病 就这么好了 说出去 谁都 谁信呀 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心理法门会这么灵 就是灵 嗯 灵的不得了 对啊 因为弟子刚开始 修学的时候呢 是 嗯 就是学到 因为弟子那个时候 心里 就是感觉 感觉是在人生的低谷嘛 就是心里害难受 就是想 能有一个信念 然后呢 去学这个 就去拜一下这个菩萨吧 然后呢 就是这一个念头 然后呢 弟子就 结实这个心理法门 根本就没想过 弟子身体会好过 然后呢 弟子就这样 嗯 弟子就这样 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法门 就是适合弟子的法门 知道这是在 在印尼啊 雅加达啊 你知道有一个人啊 念了三十天啊 每天早上流口水啊 十几年的病啊 嗯 念了三十天就好了 呵呵 吓死你了 弟子根本就没想过 弟子身体会好过啊 然后呢 就相当于是一个意外收获一样 嗯 你不去追求 菩萨就给你了 嗯 后来就在 就在我开始念经之后呢 我也不知道 哪里来的愿力啊 和能量 就彻底的改掉了 我那个邪淫的恶习啊 嗯 之前多年那个 嗯 吃了多年的那个 西药嘛 然后呢 让我那身 在我各个情况 都受损很严重了 很多次的 在睡梦中啊 就能感觉到 能切身的感知到菩萨 在我身 在给我身体上进行 那加持啊 然后让我那身体好 现在我不仅睡眠好了 然后扁头体也好了 偏头痛也好了 晚上睡觉呢 也几乎那个 不抽筋了 微法善的现象 也不再发生了 肚子间歇性的 那个震痛啊 也减轻了很多 嗯 现在知道了 关系人不在那个 嗯 师父 师父您说 我说 现在你知道了吧 学佛啊 就是改变自己啊 如果你连现在都改变不了 你学什么佛啊 不是学出世法的 是先要 入世法 先要把人间改变 以后才能 才能到天上去 现在人间都苦得不得了 你怎么以后到天上去啊 嗯 是的 是的 关系人菩萨 那个三大法宝念经 学院放生真实不虚 希望各位师兄呢 能够好好的送用 希望没有吃素的师兄们 能够早日吃全素 嗯 愿力真的很重要 真的有很强大的力量 断出邪淫 会让我们的身体更干净 会让我们的身体好得更快 对啊 嗯 你看看看 灰灰灰灰灰的女孩子 哪有妇科病啊 从来没有的 你听得懂吧 老老实实的 不会生的 我告诉你 嗯 师傅 弟子是肯拿的 嗯 嗯 师傅 在那个 今年那个 4月21号 那个印尼 那个法会上 弟子 感恩师傅 能让弟子成就如此 受胜用言 败施啊 然后当时败施的时候 师傅跟弟子 说了好几遍的 很善良的一个孩子 感恩师傅 能给弟子 这么好的评价 弟子感觉很惭愧 弟子做的不好 弟子在这里 跟师傅忏悔 好的 改了 善良不代表 身上没习气 听得懂吗 善良是你的本性 但是习气 是你的恶性 在人间的 把恶性改掉 你的本性就出来了 听不懂啊 是的 听得懂 听得懂 弟子学院 一定要做 观世音菩萨的 牵手牵眼 一定要弘法度中 嗯 如果弟子 在分享过程中 有什么不如理 不如法之处 还请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能够慈悲原谅 请诸佛菩萨 接龙天后 法菩萨 能够慈悲原谅 要认真 要认真一定会 菩萨会给你加持很多的 明白吗 嗯 弟子的佛台 就每天上香 几乎每天都会有打卷 每婚 每天都会有打卷的 非常殊胜 菩萨来呀 好吗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弟子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说那个小房子 他那个小房子 差距不是有 在那个0.5厘米里面 可以用吗 之前师父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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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现在有那种进口纸 就是比的那正常小房子 小着0.5厘米 没关系 没关系的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 弟子的问题问完 好 感恩师父 师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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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哎呦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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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哟 师父 你好 听不见 是啊 苦了 听不见 好一点 讲吧 哎呦 我想 我想 您 您 帮我指点指点 这六根星 还在哪 我应该 重点还唱会哪 重点 重点唱会 鱼痴 听不懂啊 啊 我 太愚痴 声音小 我听不听 您说 您说吧 我听龙音回头 太愚痴 听不懂啊 啊 是的 愚痴的不得了 听不懂啊 听不懂 没脑子 没脑子 感情上 上当受骗 钱被人家骗掉 嗯 骗掉 我不要了 不要了 你自己脑子 好好的还债来的 你自己要好好的念经啊 否则你会吃很多苦的 你怎么 你觉得 怎么男人都是好人啊 你会觉得 骨头没轻得了 不得了 你给我老实一点了 就是一个还债 还债的命啊 你自己要好好的念经啊 嗯 我每天 就是五六点钟 一直就晚上念到十点 十点十一点那样 每天就 就从一五年 认识心灵法门开始 一直到现在 一直就这样 嗯 从认识心灵法门 我就不考虑 拿你知识 我已经早就跟菩萨 许愿了 嗯 但是虽然不考虑 拿你知识 但是也要注意 啊 这个钱的方面 也要当心 感情上 还是有纠葛 听不懂啊 嗯 那我针对这感情上 还要许愿 都是 还要怎么许愿呢 是礼佛 还是放生 还是 克制 克制 什么许愿啊 好好克制 听不懂啊 克制意念 对 你刚刚这个男人 有什么好的啦 你要经常想啊 对 你要想想啊 不是 嗯 就是有时候 他 他有时候 跟我打电话 我就想 我就想度他 我把收音机给他了 他说 不听您的录音 他就走不了路 啊 你居然还度人啊 嗯 不度 不度的话 你把我录音 寄给他干嘛 嗯 他还有时候 给我打电话 我 我已经上次 不接他电话了 我知道我错了 师父 嗯 骨头不要轻啊 任何一个男的 不管他学不学佛 他只要做出一些 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 你就不能去理他 听不懂啊 是的 我已经把钱 呃 还给他了 原来花过他两万 我已经还给他三万了 啊 那就不要再去理他了 我就是为了让自己 以后再不做一次的事了 因为原来 把钱看得太重了 所以我才还三万块钱给他 他不要 我就非得给他 你要不给他的话 他还会给你提要求 听不懂啊 是的 你现在还给他钱了之后 他就不会给你提要求了 骨头不要轻 是的 您说的太对了 一个女人 我听你的话 上不去的 你要经常这样 闲银的话会上不去 听不懂啊 我听懂啊 师父 骨头不要轻啊 我跟你们讲 一个人 一个人一定要正气 你一定要浩然正气 你看哪个菩萨不是 铁骨钢筋啊 哪个菩萨不是 坚强啊 哪个菩萨不是 不怕烦恼 不怕忧愁 啊 是这个事情 都是要靠自己心中的佛性 来支撑自己的 啊 这种 灵感啊 支撑自己的这种意念啊 学佛的意念的 听得懂不了 嗯 听懂 就是 呃 有时候一年来了 我就跟菩萨说 我说 菩萨妈妈 加持我 加持我 对啊 不要让我有这种 不好的念头 明白了吗 明白 转移方向 啊 转移法 听得懂吗 自己如果要想了 明白 想这种不好的事情了 马上转移 想去做菜了 出去买买东西了 跟跟佛友打个电话了 出去多 为什么都多要参加些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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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了 就是 或者有时候要看看 看看那些佛经了 听听师父的白话佛法 把思想转移一下 嗯 谈师父 嗯 想一想 还有就是 想一想 还有就是 我有时候就是经常被感动了 完了就是 嗯 因为头头后边 脖子后边 有时候 嗯 麻说不上是冷 是麻还是过电 现在就是说 后背整个就全身直到腿 瘦瘦 就那种感觉 经常那种感觉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啊 不是太好的 因为这些凉凉的 瘦瘦的 可能是 就是你一种阴气 啊 就是经常有时候听师兄分享啊 或是听您讲那些小故事 我就特别感动 一感动就是这种 这种状态 这种感觉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很简单 有这种感觉 就是 出动了你的心灵 出动心灵的话 有两种 一种嘛 你本身的气场不好 阴气太重 会有感觉 还有一种 慈悲心大发 人也会有感觉 所以希望你多发慈悲心 少有阴气太重的感觉 那么每天多念大悲咒 啊 每天49遍 是 我是觉得慈悲心 有时候大发 我觉得 谁都可怜 就我不可怜 对 就是 这就是发慈悲心了 看谁都可怜 那就对了 啊 明白了吗 明白 你千万要记住啊 千万记住啊 你千万记住 听师父的话 不能写赢的 否则功德漏气 特别厉害 听不懂啊 是 啊 你不要开玩笑 这个东西 你只要一一次两次的话 你可能功德会 减掉你一半以上的 整个人就贪掉了 听不懂啊 是 想一想 我听您的 想一想啊 我从认识心灵法门 我就听您的 想一想了 很肮脏的事情 不能做的 明白了吗 是 那是畜生做的 做人坚决不能做 更蒙着菩萨了 我坚决不想 我坚决以后要磕着 对了 知道就好了 想一想啊 做那种肮脏之想 实际上也是解决 邪音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很肮脏啊 对 有时候我一起想 那年都越出来 我就想 我说 这是畜生做的 我根本就不可能 再想这种事情 对了 脏不脏了 小便脏不脏了 大便脏不脏了 最脏的地方啊 你最喜欢的啊 你不就跟畜生一样啊 听得懂了吗 嗯 好了 嗯 嗯 还有就是3月14号 就是前几天我就觉得 有一本记的 您的那个佛言佛语 笔记 就是特别香 3月14号那天 就是突然感觉 身上特别香 是不是家里来菩萨了 一定的 嗯 人的手会香吗 手怎么会香啊 你手 你只有心灵香了之后 你的身上的汗腺才会香啊 所以菩萨进了你的身体了 你的身体才会冒出香味出来啊 听不懂啊 否则你怎么会闻到香味的啦 听懂 我就想跟您证实一下 那天就是 头天师兄上我们家来 我们俩一直 一直聊佛法 等到第二天 突然 我给他送车站起 那天反正我就感觉 一有点不好的意念 我就赶紧马上 在几秒之内去除 就是第二天 等到10点来中那会儿 我就感觉 9点左右那会儿 我就感觉 手怎么那么香 完了我就让师兄闻 他说 哎是的 所以我不敢 我不敢乱说 嗯 就是一直到回家来 12点多了 嗯 记住 我把手洗了 还是香 你记住了 凡事 克服身上一个缺点 人就会进一大步 你因为 送他走了 你把邪念 几秒钟之内消掉了 你就是进一大步了 明白吗 明白 好了 好了 明白 是您救了我 好了 嗯 还有 就是 那个 我在我家 那个佛台 在凉 凉台 凉台就说有窗帘 这个晚上 这个凉台 这个凉台的灯 不是 不是佛 不是佛台上的灯 可以 那个 晚上 可以 呈 成酒的亮吗 可以的 没问题 这样亮的是好事吗 是好事 你亮一点 都是好事 暗都是 不是好事 嗯 还有那个厨房的灯 厨房的灯 还可以 亮一久吗 你不怕 不怕用电 你就开着 没问题的 如果你怕 怕用电 你就厨房的关掉 也没关系 把刀尝尝好 就可以了 嗯 好了 好 嗯 好了 嗯 好 嗯 好 感恩您 好 再见 感恩您 就 那个 就打那个 新加坡法会回来以后 我儿子变化特别大 整个就变了一个人 我特别 感恩您 告诉你 感恩观世音菩萨 心灵法门太殊胜了 好了 太殊胜了 尤其我这段没 从我街上以后 我就感觉这个眉毛 这个断的这块 一天比一天 米 都快看不见了 所以说这次 这次 我又 去那个 燕尼法会 特别 特别好感觉 好 恭喜你 我以后 一定要听您的话 好 嗯 嗯 感恩观世音菩萨 好 再见 再见 嗯 好 您要多注意身体 好 再见 喂 你好 你好 喂 师父 你好 呵呵 呵呵 啊 讲吧 我也举个问题 问您 啊 呃 问一下 每天的那个功德宝山神咒 是早上与功课一起念呢 还是晚上念更好呢 一起念 晚上念都可以 功德宝山神咒都可以念了 早上念比较好一点 嗯 哦 好的 好的 还有第二个问题是 以前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同修他学习了很多年的那个净土法门 当初也发愿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现在他转为学那个心灵法门后 也拜师了 以后想到那个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的净土 以前在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 怎么移到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的净土里呢 师父 用不着移的 你只要现在修心灵法门 他自动自然而然的莲花就到心灵法门这里了 嗯 哦哦 好的 好的 感恩师父 嗯 师父 还有就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呃 有学习心灵法门的师兄嘛 他把自己的亲人或者是有缘人 用小房子 然后超渡到了那个西方极乐世界 嗯 或是脱离了六道轮回 到了四圣道 呃 是超渡者的本身是菩萨 能量大 还是被超渡人的根基好 今生造业也少 所以容易被超渡呢 还有就是那个被超渡的人脱离了六道轮回了 他的业障 是不是帮他念小房子的师兄也要背 然后自己慢慢的消这些背的业障呢 你如果把他超渡上去的话 你就不要背了 哦 就不用背了 因为他居然能够超渡上去 他就是没有恶业了 你已经成功了 你帮他超渡上去 你不要把他背了 因为他是去善处了 哦 因为但是那个 那位同修他是把那个 他的亲人超渡到那个西方极乐世界 对啊 然后他自己就特别不顺 哦 那是开始的时候会有一点 时间长了就不会了 因为你等于已经让他 让他已经到了那个菩萨境界 如果你想想看你家里有一个菩萨的话 或者有一个佛的话 对不对啊 那那概念就不一样 开始的时候推人家是有点累的 像师父一样的 那我救人 我救的累不累 对不对啊 但是你看师父现在大家对师父这么好 对不对啊 我得到的啊 我得到我还是得到很多大家的 这个这个这个 跟着师父啊 所以我也是很开心啊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感恩师父 还有一个师父 你几个梦 就是有一个同修 他梦到那个肝脏 那个掉到地上了 是什么意思呢 肝脏掉到地板上 接地气 说明肝脏有一点小问题 肝脏一般的说起来 就是有肝硬化啦 或者有这个脂肪肝啦 还有肝阻塞啦 像这种 其实都是肝不通 你比方说你接地气 讲到是打坐 打坐就是坐在 坐在那里 双腿双盘腿 对不对啊 单盘双盘 它本身就是接地气 像这个肝掉在地板上了 就说明你这个肝不行了 这肝不灵了 肝功能不行了 明白吗 肝是人的肝 怎么会到地板上呢 天地人你掉下去的 你就是不是在当中了 好的好的 我明白了师父 谢谢师父 师父还有就是梦见 送师父粉色的保温杯 是什么意思啊 送温暖啊 就说明你修得好啊 因为你如果送师父粉色的保温杯 说明你们孩子修得好 师父就得到加持 一样的呀 你想想看 你们孩子乖 度人度的多 师父开心啊 我就有功德啊 一样道理的啊 好的 一个孩子好 爸爸妈妈不就是开心吗 不是爸爸妈妈发喜充满吗 就这个道理啊 对对对 感恩师父 师父 那个你觉得我现在修得怎么样 我觉得你只有情商要稍微放下一点 其他还可以 度人也愿意 出钱也愿意帮助别人的你 对不对啊 妈妈我吧 帮我消消夜吧 感情啊 骨头不要轻啊 眼睛不要放电啊 度人的话只能度女众不能度男众 这是我对你的要求 连老头子都不能度 听不懂啊 听得懂师父 师父我那个 现在我已经那个放下感情了 你现在放下感情 你话讲的非常正确 你现在是放下感情了 你以后呢 我已经死了 面了以后不要再有婚礼了 自己老实一点吧 这些事情不是人做的 听得懂吗 明白了吗 想一想那种事情这么恶心 想一想衣服都不穿跟动物一样 想一想恶心不恶心 所以佛法界里边 把这种借邪淫有三种方法嘛 其中一种方法就是 把他想的非常肮脏 你就会解脱很多 还有一种想法就是把 把自己你喜欢的男人啊 或者喜欢的女人啊 把他作为是你妈妈 或者你的兄弟姐妹 你会不会动这种邪念 明白了吗 有时候我可能 我在我给菩萨妈妈忏悔 我有时候可能就是意念不是很好 但现在我是要好好地改自己的 改啊 自己身上的 什么叫不是很好啊 能想到这些东西 就是叫畜生想 不能想 对 明白了吗 我现在就是一想 有时候会有不好的意念的话 我就马上就会给菩萨妈妈忏悔 然后希望菩萨妈妈帮我消掉这个业障 过去有一个我们的佛友 他在医院里做的 一个小女孩 过去对感情 他说他还没有学佛之前 他已经开始已经有点开悟了 他说过去他对男女这种事情很有兴趣的 后来做了护士医生 看了那种年轻人 看了那种老人在那里 他躺在医院里 衣服都不穿着 这里痣床天天给人家检查 这里面妇科 这里面男的这种前例线 就像个动物一样 他说恶心都恶心死了 从此他就没有这种欲望了 后来学了佛之后 他就更懂了 这什么东西啊 你告诉我这什么东西啊 这么肮脏的 什么东西啊 不能玩的 恶心死了 男女真是太肮脏了 知道了就好了 你想想看了 这简直就是不堪忍受的东西 你看看昨天看了个新闻 两个人在车上 搞这种男女之事 最后双双掉入悬崖死掉 翻车 没有掉入悬崖 翻车就双双死亡 我告诉你 你这种一来 鬼马上把你带走 因为你做的是鬼事啊 听不懂啊 嗯 好了 就是我们要有干净的意念 还要 你要上天 上天啊 你要做菩萨 我要上天怎么不干净啊 身体意念都要干净 你说你身体不干净的意念会干净吗 对对对 好了 感恩师父 师父还有一个就是我 我前 就是去年的时候 然后我不是梦到 您叫我的那个名字吗 然后那个名字是后来我改的 然后就是这两个月我是问到 师父叫我的是以前的名字 但我那个声闻 不知道有没有成功 声闻肯定成功 因为叫过你的过去名字 就是帮你在 帮你在这个叫灵动性 但是呢 因为大家都不叫 所以你这个名字可能灵动性又不见了 哦 听得懂吗 哦 声闻是成功了的吗 肯定成功了 否则我怎么会第一次叫你这个 声闻成功的名字了 哦 好的好的 明白吗 感恩师 哦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 好了 师父再讲讲我的毛病吧 你的毛病就是不肯放电话 应该结束的时候还要讲 自私 好好的看白话佛法听不懂啊 好的 对不起师父 好好的看白话佛法 好好的修心 我一定要好好的跟着师父修 一定要跟着师父上天 嗯 好 再见再见 感恩师父 一定会好好修的 谢谢 再见 好 再见 好 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的节目就到这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 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 明天星期六继续打 有光调ord 明天星期六继续打 明天星期六继续打 明天星期六继续续打